今天上午的防疫的記者會有幾件事情向各位來報告 那第一個是針對本次本土疫情的這個期間所造成的這個衝擊跟影響 那我們也推出相應應的防疫的補助以及紓困的措施 那有關於中小企業的部分呢 第一點我們成立了中小企業紓困的單一窗口 就是專線電話2422-4897 那設有專線來協助中小企業工商的貸款以及諮詢還有轉介的服務 第二個我們成立1億元的中小企業防疫的喘息貸款 總貸放的額度是1億元 那商號最高的貸款額度是100萬元 公司的最高貸款額度是500萬元 那利率是2.045% 最長貸款7年 並且提供最低半年最長一年的貸款本金 或者是利息遞延繳付 那生貸金額在100萬元以下呢 是隨到隨省 此外是提供100萬清創融資 以及5年利息的補貼 那融資金額在100萬元以下 免計畫書免保證人補貼前5年的利息 並且7日內快速審核 第四 清創貸款利息的補貼 可以延長12個月 那這是特別針對已經申請青年創業貸款 100萬元以下的利息補貼 那經過審查之後 可以把補貼的期限由原本的24個月延長為36個月 那此外針對勞工朋友的部分 也推出以下的紓困措施 第一 就是安心及時上工的補助 第二是勞工充電再出發的訓練津貼 第三是失業勞工的子女就學補助 另外就是針對防疫旅館的部分 是針對員工的薪資 以及我們市民入住來進行補助跟補貼 此外針對公有的場館部分 我們提出了室友房地出租 店鋪租金減免 還有公有零售市場攤位使用費減免 以及促餐場館土地租金 還有權利金減免 那另外也針對稅捐環繳及減免 提出了房屋稅使用牌照稅 娛樂稅 防疫期間 強制停業業者的稅金減免 而所有的地方稅受疫情影響 有繳納困難者 也可申請延期或者是分期來繳付 那以上是12項基隆市政府的 防疫補助紓困的相關的措施 也歡迎所有的市民朋友 可以進一步到基隆市政府的網站來查詢 這是有關於我們本市的防疫補助跟紓困措施部分 另外是很高興 那有41萬劑的第三批疫苗 那已經到台灣了 那今天中央將會撥發15萬劑的疫苗到地方 那本市是分配到3000劑的疫苗 預計是在今天中午左右會到達 那下午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開始進行施打 所以我們除了跟病毒作戰之外 也要跟時間作戰 所以我下令3000劑的疫苗 我們要在三天內把它打完 施打完畢 所以我們也會持續向中央來繼續申請 這個更多的一個疫苗 來形成更大的一個防護網 那經過我們的評估呢 我們這3000劑的疫苗 將會分三類來進行施打 第一類就是最重要的 我們的醫療院所的醫護相關人員 我們是分配了2000劑 所以包括基隆的四大醫院 基隆長根醫院 還有部立基隆醫院 還有我們三種基隆分院 以及礦工醫院 我們這一次會施打2000劑 那第二類是我們地區醫院的醫事人員 還有我們基層診所的醫事人員 那我們在這一次會分配430劑來進行施打 那第三類是提供給第一線的防疫人員 包括消防救護人員 那這一次我也特別把警察人員 把它放進來 另外第三是防疫旅館的第一線工作人員 其次是民政處的防疫關懷人員 那這一次批次它是第一批撥下來的 其實後續中央還會陸續撥補相關的一個疫苗 那我們也會展開更大範圍的一個施打 那有民眾在詢問說 我們基隆市分配到3000劑是多還是少 其實就這一次的一個分配呢 台北市是分配到22000劑 那新北市是18000劑 但是新北跟台北的人口 大概是我們基隆是9倍到10倍的人口 所以我們基隆市分配到3000劑 在人口比例上面其實相對上是高的 我想疫苗的一個分配中央有它整體的一個規劃 那我們會盡快這個就施打的一個對象來做進行 那更重要的是趕快打完 然後盡速的向中央來申請 爭取更多的疫苗 那今天第三點要跟大家報告的是 大家都很關心 我們基隆這個小姑娘小吃店的這個專案 我們的一個處理現在的一個現況 那我們一直非常擔心這個個案 那目前小姑娘小吃店 我們已經從一間 然後我們已經目前擴大成是鎖定四間 所以目前除了匡定小姑娘小吃店之外 另外就是金水灣小吃店 另外就是新水灣小吃店 還有最後就是快樂城小吃部 那這些都是有一些地緣上的一些關係 那我在這邊跟大家做報告 第一個是目前小姑娘小吃店 我們經過疫調 那工作人員總共有17人 那原本我們衛生局還沒有聯絡上的有四個人 那目前已經透過各方的一個努力 只剩下一個人還沒有聯繫上 那另外由於一開始的案3835 他沒有確實的去交代他的足跡 所以我們這幾天經過進一步的疫調 其實這個案3835 他曾經在5月13號 5月14號跟5月15號 他其實分別曾經到過台北市的行天宮附近 以及台北市的大同區 以及到了金山等地方 這個跟案主他之前所致訴的一個足跡 並不相符 所以我們也在持續的追查 這個相關的感染源當中 那其次就是因為地緣上的一個關係 所以我們擴大鎖定了金水灣小吃部 那這個金水灣小吃部 它的從業人員有41人 那我們衛生局原本還沒有聯繫上的 還有四人 那目前還剩下三個人在持續連續當中 那我們只要一聯繫上 我們就會安排進行相關篩檢的一個工作 那第三是新水灣小吃店 這個新就是三個金這個新 那這一個這家小吃店呢 它的負責人跟金水灣小吃店是有相關聯的 那從業的人員大概有28名 那我們目前已經這個聯絡上16名 那持續在這個進行疫調跟聯繫當中 那在已經聯繫上的16名當中 有11位願意來盡快接受安排進行快篩 那其餘的5位我們也會盡量鼓勵 盡快來進行配合篩檢 那其次是快樂城小吃部 那快樂城小吃部 是因為在昨天有一個公布的個案 是案5981 案5981這個部分 那後來經過疫調了解 他是這個快樂城小吃部的從業人員 那他因為人身體不舒服 那去就醫 那就醫之後採檢 確診 那據他自己描述 是因為他的工作的場所有一位同事是從萬華來基隆上班 那該小吃部目前我們了解起來總共有工作人員有16名 那目前都已經聯繫上 那配合完成快篩的總計有5人 那5個人裡面有一個確診 只要願意主動配合篩檢 其實就是對防疫有功了 那預約篩檢我們會安排時段 那保密隱私 請大家放心 那如果你曾經在這四個場所工作 或者是在最近曾經到過這四個場所去消費 請你勇敢 而且儘速的跟我們防疫單位跟衛生局來聯絡 儘速的配合篩檢來為防疫盡一分心力 更重要的是說確保自己的健康 而且不要讓你的家人還有你的朋友 在不知情的一個狀況下去染疫 那最後我也要再次的呼籲 我們所有的市民也懇求拜託大家 不要批評 然後更不要列污 然後不要去污名化 也不要去標籤化 防疫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希望大家多給一點肯定 然後多給一點鼓勵 讓所有的人都願意來配合防疫的工作 勇敢的再出來篩檢 這樣子我們才可以把防疫的陣線 還有防疫的可能的漏洞把它圍堵起來 這是關乎所有人的一個健康跟安全 市長在這邊拜託所有市民朋友 配合市長 然後大家一起努力來防疫 那所以這邊有一個防疫篩檢站的一個資料 為了確保檢疫的一個能量 配合也避免人潮的群聚 那我們的篩檢站目前優先來提供給已經出現疑似症狀 並且跟公告確診的個案 或者與我剛剛報告的這幾個地點 還是跟萬華地區足跡活動史重疊的民眾 來進行預約的一個篩檢 那預約的方式可以二採一 二選一就可以了 第一個你可以掃描這邊預約的一個QR Code 就可以進入線上的一個預約 第二就是撥打快篩的專線 0224283844 24283844 那他可以打這個電話的時間是 禮拜一到禮拜五的早上8點到下午5點 只要你打進來 我們就會盡速安排 然後請你在這個適當的一個時間跟地點 來進行篩檢 所以市長這邊再次呼籲 請所有曾經到過這個地方去消費這陣子 或者是你在這個地方附近工作 然後是跟發布的確診者有過接觸 或者是曾經在這四個場所消費過 請你勇敢出來篩檢 我想這個大家防疫就會成功 好 這是今天早上的一個記者會 在這邊謝謝大家 那因為還有沒有一些提問 好 那個上午的媒體提問 第一個是三立新聞台的林俊華記者 有提到 個案5574孕婦的傳染來源 是否已釐清他的足跡點 那這一點要跟大家報告 目前疫調還在進行當中 我們現在初步是匡列他的家人 總共有八個人 那他的一個足跡跟疫調還在進行 第二是個案3835小姑娘 這個小吃店的工作者 那是不是還有其他的被傳染者 那我剛剛說明過了 第三是國菜市場一對夫妻 這個5月21號確診至今7天 感染源不明又不願意配合提供足跡 市政府難道沒有其他方法 可以去追查他們的足跡嗎 我在這邊報告 我們目前這個個案 已經匡列了84個人 那現在已經有20個人 來這個進行PCR的一個採檢 那其餘的會安排快篩 那目前我們透過這個中央CDC的一個協助 還有警察單位的一個協助 那我們是有去追查相關的一個足跡 那有部分是吻合的 所以我們也還在進一步去釐清跟了解當中 那市政府會盡一切的一個努力跟方法 來這個追查這個個案的一個感染的一個來源 那目前也有一些進度 那最後有一些結果再跟大家做 進一步的一個報告跟說明 好 那另外是自由時報的于兆福記者 有提問 目前全國停課到6月14日 那未上課的部分是否只有退午餐費 私立幼兒園補習班停班能夠依比例退費嗎 相關退費作業是要等到學期結束才退 那金額大概有多少 那依據這個短期補習班設立跟管理的準則 以及我們金融市私立短期補習班設立的管理規則的規定 那因為天災等不可抗例或者不可規則於補習班的室油 補習班應該是四時發生日起 次日起十天內按室油發生後 剩餘的課程的一個時數比例 退還當期開班以繳之費用 但今學生同意以補課 提供授課錄影資料或其他適當方式處理者不在此限 那第二是公私立的一個幼兒園的部分 那依照我們金融市教保服務機構收退費辦法的一個規定 這是並按照比例退還當月點心費 午餐費跟交通費 也就是說我們是依照金融市教保服務機構收退費辦法來進行 那是按照比例退還當月的點心費 午餐費跟交通費 退費的金額是個員收費的額度而定 那這一次因為疫情的停課的期間比較長 那考量到家長的一個經濟跟照顧的負擔 那我們金融市政府也已經向中央來反映 那國教署呢 近期就會邀請各縣市政府 來商討家長退費事宜 來統一全國公佈最新的一個做法 這是現在的一個進度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市長日前向中央建議全國停課延長兩週 獲得中央重散如流採納 那最近由於全國疫情三級警戒 有許多攤商業者停業 有的人無處賺錢 是否會建議中央考慮籌編特別預算 發放人民津貼或消費券 暫度難關 那現在中央的這個防疫特別預算 2000多億 現在已經在立法院裡面等待審議 我想中央有整體的一個配套的規劃 當然其中也包括相關的一個紓困的方案 那這個特別預算已經在立法院裡面了 等待審議 那第三是 我們金融市除了日前海大附中學生 跟他姐姐經過學院女學生兩例確診之外 是不是還有其他學生確診 有多少人被匡列裁檢 那他們這兩個案例 這個案1554 總共是匡列了57個人 那其中只有一個同學 之前已經說明過就是案2201 他是確診 另外是姐姐 是案2202 他是陽性 那其餘經過採檢 都是陰性 所以這個案子目前衛生局已經結案 那另外是蘋果的代資聖記者有提到 這個只分配到疫苗3000劑會不會覺得委屈 我剛剛已經說明過 這個台北只有2萬2 那新北市更只有1萬8 我們金融市人口大概只有新北市的10分之1左右 但是我們分配到的疫苗大概是他們的一個6分之1 所以我想我們被分配到的一個比例其實並不算低 甚至還有點高 那不過中央的疫苗的一個分配 所以他有一個整體的一個規劃 而且41萬劑的疫苗 這次先下來15萬劑 所以後續還有下一批 第三批 第四批的一個疫苗會下來 所以也在這邊跟你做個說明 那問題2剛剛已經說明過了 那個優先施打的一個單位 那問題3是也是提到小姑娘跟金水灣兩間小吃店 還有沒有去其他的 剛剛也一起報告過 好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早上 這個這一次的一個疫情的一個報告 好謝謝大家